高叫這個獨立的那些人 港獨的那些人 尤其是梁謙琦 我應該在記者面前 當中 屈爛了那個 不用身份證 不用回鄉證 不用那個實舉護照 那我就說他是英雄 如果不是 我就說他根本就是一個藝術家 是語言藝術家 和一個狗且偷生的偽君子 就是這樣 你能不能夠是這樣 喂 聽著 聽著 對 給一些反應 聽著 聽著 好 聽著 還有你們香港電台 真的很難說 你們香港電台為這些人 免費地在做宣傳 鋪天蓋地 我不知道你們香港電台是不是 例如黎智英那些 相信是在街上派戰 還有黃之鋒說沒有收過美國的錢 是不是真的給你錢 是不是要親手給你 我是沒有收過任何美國的資金 希望你不要誣蔑我 你在做的一個實實陳述 謝謝你 你說人信 現在大家都是講感覺的 現在你們都是 你批評別人都是講感覺而已 我感覺你是一個偽君子 你說什麼自決 自決和獨立有什麼分別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我想很清楚我想回復 就是香港是一個講證據 講理據 講事實的社會 如果你說你憑感覺 你覺得我是收外國政府的錢 然後這件事是一個言之成利的話 我相信這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應有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每次有人 一而再再而三不斷提出這些事情 我覺得回復都是這樣 還有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剛才那位先生這麼有興趣 就是香港電台 為什麼會和黎智英扯得上關係 我不明白你怎麼說到